民主派議員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到立法會出席特別答問會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已經去信特首 全體建制派議員就說 支持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 認為是香港前途的定海神執 郭永恩報導 民主派議員向主席梁君彥發信 要求就港區國安法 即時召開行政長官特別答問會 說全國人大常委決定 待香港立國安法以來 政府多次以時機未成熟為理由 拒絕接受質詢 目前米二成趨 特首林鄭月娥有迫切需要 向立法會回報和接受質詢 被公眾了解港區國安法的細節 包括新設機構的職能操作 認責和法庭安排等等 實行無論在各個層面上或者說明公佈等等 我們對相關的法律了解可以說是少之有少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已經立即去信特首辦 但特首是否出席是他的權利 要等特首回覆 他們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表示歡迎 期望政府官員可以來到立法會 向議員解釋執行法律的細節 中央今次在國家層面立法 體現了國家安全是屬於一國兩制下的中央時權 我理解社會對這個立法工作是有不同的聲音 中央在立法前已經聽取香港各界的不同意見 41位建制派議員也發聯合聲明 全力支持港區國安法 這一項立法堵塞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的漏洞 是社會穩定繁榮和市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障 是香港前途的定海神針 從根本上消除動亂的和源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他們要求政府完善立法配套 確保法律能夠有效執行 有線年事記者郭永恩報道 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多個本地政治組織有變動 成立了四年的香港眾志宣布解散 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陣線 香港獨立聯盟和學生動員就停止香港運作 郭永恩報道 2016年成立的香港眾志 有份創黨的黃之鋒、羅冠聰和周庭 和後來加入的常委傲卓軒 先後在社交網站宣布退出香港眾志 香港眾志同日宣布解散和停止一切會務 說現在運作難以維持必須化整為令 最先宣布退出的黃之鋒 說國安惡法壓境 憂慎成命安危 但會繼續堅守香港 常委羅冠聰說會繼續以個人名義參與反抗運動 主力打國際線的民間外交網絡 發言人張崑陽也在社交網站宣布 即日辭任並解散組織 說是為了保護同路人 但會拼盡最後一口氣為香港付出到底 三個主張香港獨立組織也相繼宣布停止香港運作 包括學生動員 宣布解散的還有香港獨立聯盟 召集人陳家驅早前說已經離開香港 由梁綜恆擔任發言人的香港民族陣線 就宣布香港本部解散 會透過台北和英國分部繼續推動香港獨立 由梁綜恆擔任發言人的香港平台 一手掌握右線新聞